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升 如果你想获得更多关于亚洲的时事新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马上带你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中国女足时隔16年 在亚洲杯再夺冠 中国女子足球队 昨天在印度女足亚洲杯决赛中 以3比2逆转打败韩国队 时隔16年再次甭起亚洲杯冠军奖杯 综合中国央视新闻和北京日报报道 韩国队球员崔有力 慈孝然上半场相继破门 中国队一度0比2落后 中国队在下半场反超 唐嘉丽在第168分钟罚进点球 张领艳在5分钟后 接到唐嘉丽的传球 投球破门 肖玉宜在补食第三分钟上演绝杀 中国女足最终以3比2翻盘夺冠 中国女足主教练 水沁霞在赛后就说 夺冠感觉美好 亚洲杯冠军 让中国女足看到了今后的努力方向 水沁霞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说 夺冠的感觉很美好 特别是她 看到了大家在落后时激发出来的斗志 很感谢所有队员 他们在困难情况下战胜了自我 也战胜了对手 水沁霞曾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认为 夺冠值得高兴 但也并非是个了不起的记录 夺冠后 水沁霞强调 并非说拿到冠军后前路就会一帆风顺 在训练中仍会有很多问题 下一步将借助此次夺冠 对队员的心理和战术再进行细化和提高 新华网在微博上用了三句话来评论 中国女足夺冠 逆转 绝杀 女足展现了什么是拼搏 什么是永不放弃 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女足 这才是中国足球最美的样子 那中国足球协会也在微博上 恭贺中国女足夺冠 如果信仰有颜色 那一定是中国红 祝贺中国女足勇夺2022 印度女足亚洲杯冠军 铿锵玫瑰 国人骄傲 美日为应对中国东海活动 你在路尔岛部署 无人机队 那美日两国据称 鉴于中国在日本西南群岛一带 动作趋于活跃 正考虑在日本路尔岛的海上自卫队 陆屋航空基地 部署无人侦察机部队 那产经新闻报道 若此计划付诸实行 将是美军首都在日本自卫队基地 部署无人侦察机部队 那日本防卫省九州防卫局主管 1月27日造访陆屋市 对陆屋市主管表示 为了加强美日同盟威吓力 应对能力 有必要提升美国同盟的警戒监视能力 根据考虑中的计划 美日在陆屋基地部署拥有约 7架无人侦察机 MQ-9的美军部队约100人 部署主要目的是以侦察为主 那部署期间占定约1年 MQ-9收割者是具长制空时辰 与1万米以上高海拔监视能力的无人机 那日本境内目前部署的无人机 是美军在三则基地 恒田基地部署的RQ-4全球鹰 Global Hawk 那自卫队明年度也预计 在三则基地成立同行机的 侦察航空队 美军之所以考虑在陆屋部署 无人侦察机部队 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东海地区的行动 趋于活跃 与5.6万留学生赴澳 中国学生占不到一层 那澳洲政府去年11月宣布 放宽入境限制 至今两个月以来 有超过5万6千名国际留学生入境 但随着北京与肯培拉关系持续紧张 中国留学生只占不到一层 那过去两个月 抵达澳洲的5万6千名国际学生当中 有超过1万6千人来自印度 那占28.6% 由于中澳关系持续紧张 抵澳中国学生不到6千人 中国教育部在2020年 以及2021年多次发布留学警告 指澳洲存在种族主义倾向 那中国新任驻澳洲大使肖谦上个月发出和解信息 那声称加强信任 消除误解 但澳洲官员辞怀疑态度 澳洲国防部长达顿上周向雪梨2GB电台说 我们希望与中国建立强大的友好关系 但是中国对印太地区的威胁是现实 那澳洲统计局上周市公布的数据就显示 国际教育行业因疫情遭受重大打击 行业价值由疫情前的超过400亿澳元 跌至去年12月的225亿澳元 是2014年以来最低水平 中国一直是这一行业最赚钱的市场 业界一直担心中国学生会否减少 那澳洲上个月宣布向背包客和国际学生退还签证费 移民部长霍克就表示 这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学生涌入澳洲 专家们预测 中国将继续是国际教育行业的最大市场 只是近期国际航班不足 令中国学生无法赴澳 那澳洲国际教育协会行政总裁霍尼伍德就表示 预计今年全年会有更多的中国学生抵澳 他说中国学生继续学习的愿望强烈 甚至是上网课 再加上澳洲作为一个出色学习目的地的口碑 预示着未来发展良好 那另一方面澳洲总理莫里森昨日也表示 当局可能在不久之后向国际游客开放边界 国会将于本周辩论此事 先去太阳报就报道 当局将于2月底前容许海外游客访问澳洲 换个焦点 俄罗斯尼大型核演习正和北约 那俄乌边境紧张局势如见再选之际 美国军方和情报官员称 他们相信俄罗斯计划本月举行大规模的核武演习 以震贺北约并借此警告该组织 若俄罗斯总统普京一旦决定入侵乌克兰 不要干预 两名美国官员上周六则对路透社称 俄罗斯已经部署全面入侵乌克兰所需军力的七成 美方估计若俄罗斯全面入侵 可以在两天内攻陷乌国首都基普 那俄罗斯每年秋季都会举行核武演习 包括分别从海 陆 空 测试 洲际弹道导弹 据一位国会助手就说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和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上周是告诉众议员 普京计划提早在二月中旬开始核武演习 美方相信在俄军可能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下 普京此举是要向北约展示实力 现在美方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最佳时间 是在二月中旬至三月底 那在入侵的同时举行核演 将向北约发出强而有力的警告 莫斯科的核力量是世界上最大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称 俄罗斯的核弹头储备接近4500枚 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核武器政策专家 海英里希施就说 如果他们在入侵乌克兰的同时这么做 将是一个令人难以自信的挑衅和不详的讯息 美国目前尚未确定普京是否已经决定入侵乌克兰 但华盛顿及其盟友越来越担心 俄军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的力量 那两名匿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 俄罗斯已经部署了全面入侵乌克兰所需军力的约7成 并正在向乌边境地区侦派更多的迎级战术组织 那美国官员就估计 俄罗斯全面入侵将造成惨重伤亡 乌克兰将有5000至25000名士兵阵亡 而俄军死亡人数将介于3000到1万人 平民死亡人数将达到25000人至5万人 而俄军全面入侵也会造成100万至500万难民逃亡 主要逃入波兰 中国今年春运潮不增反减 出游人次减2% 那在严格的疫情防控下 根据官方测算 中国今年春节假期7天 国内旅游出游2.5亿亿人次 比去年不增反减2% 仅恢复至2019年疫情前同期的73.9% 今年春节之前 中国本土新冠疫情仍多点散发 加上举办北京冬奥 官方因而祭出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 多地禁煮 组织跨省旅游 那首都北京市的本土疫情 迄今仍未清零 周日新增确诊两例 目前仍有三个高风险地区和五个中风险地区 北京这两天迎来春节反京人潮高峰 官方就提醒需要48小时内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 加上北京健康宝绿码才能反京 而且抵达北京之后72小时内需要再做一次的核酸检测 根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官网今天发布 2022年春节假期七天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2.5亿亿人次 年减2% 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73.9%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人民币2891.98亿元 年减3.9% 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56.3% 中国文旅部就指出 今年春节假期探亲房友 都市休闲 乡村度假 冰雪休闲成为了市场主流 自驾旅游 家庭出游 小团定制 严学加飞移成为出游的主流模式 游客去郊区包个小院过大年 住民宿成为了假日的新宠 那根据发布 今年中国春节假期 周边游加深度游模式凸显 进程旅游品质化 个性化趋势突出 数据就显示省内游 跨省游比例分别为78.3% 以及21.7% 进程自驾游 亲子游 主题公园游 冰雪游等 短途 休闲活动 增量明显 在本地早年位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过年选择 中国文旅部也称 在北京冬奥热情持续高涨的带动下 冰雪旅游热度提升 成为今年春节假日旅游的新亮点 越南农历新年6天全国195人斗殴死亡 那越南卫生部检验与治疗管理局指出 由除夕是大年初五短短6天的农历新年假期中 全国有超过2800人因为打架斗殴而被送院紧急治疗 其中195人死亡 越南青年报报导 这些数据从全国各地汇诊而来 越南今年农历年共放了9天廉假 从1月29日放到2月6日 那统计数据就显示 自1月31日至2月5日 共有2838人因打架斗殴而被送医治疗 其中1245人必须住院进一步治疗 检验与治疗管理局说 与去年农历年相较 前述相关数据都有下滑 但未进一步具体说明情况 那农历年是越南人最重视的一个节日 民众会在这段时间同乐庆祝或是喝酒联谊 但每一年都会传出肢体冲突 新闻的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中国船将以盟友身份 免费赠送两艘潜艇给泰国 那中国提议赠送两艘二艘潜艇给泰国 但目前泰国军方和国防部 均未对此作出官方消息确认 那过去一周以来 作为管理这两艘潜艇的中方国有企业 已经协调并通过泰国驻华大使馆 国防五官处发布消息称 现公司有多艘的二艘潜艇 预测这些潜艇能在泰国发挥价值 那目前泰方尚未确认中方是免费赠送 还是以友谊驾出售给泰国 泰国军方就消息称 这是中方第一次官方表达异象 此前只是有新闻传出 与泰国副总理巴亦商谈 是否要将两艘潜艇免费赠送给泰国 但目前巴亦副总理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官方消息 那据悉此前中国城免费赠送两艘潜艇给缅甸 因此泰国推测 中国作为泰国的友好盟友 将免费赠送潜艇给泰国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生 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